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很感谢大家留了很多言给我 说回在世界各地的疫情情况 我学了很多东西 感觉有很多东西 好像以前小时候多了很多不友 事不宜遲 立刻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 有位网友TorTor 他在三藩市湾区做销售 入口 2月初的时候他需要去越南办货 由美国飞去胡志明市 通常他都是去台湾转机 但是旅程当中 已经收到越南方面的通知 说不准中港台的飞机飞到越南 他没有办法之下 唯有在首尔转机 去到河内那边 就已经开始有人戴口罩了 去到他那个工厂的时候 就已经发觉 越南本地人一看到有外国人来 就立刻戴口罩了 接着那几天 就情况越来越紧张了 网友就说 去酒店 很多时候都要查清楚你 是有没有过去14天去过的疫区 还有如果你真的只会说中文 不会说越南话 那么很多餐厅都不接待 网友就说 在越南搭火车的时候 以往去年差不多这样的时候 都很多越南人和他聊天 但是现在 甚至有人知道 是有外国人同一个车卡 就要求吊车卡都有 所以似乎一组 他们的警觉性都非常之高 最终网友办完课回去美国的时候 那个过程里面 他也要经菲律宾转机 胡志明机场的情况都非常紧张 很少人 马尼拉回到美国的时候 大家轻松很多了 可能少了很多人戴口罩 去到三藩市的机场 就更加少人戴口罩了 你可以在侧面看得到 两个地方的人的警觉性有什么差别 两地的疫情 今天差得这么多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 越南现在都非常之好 好像只有几百个症 而且好像没有什么人死 有法国的网友Olivia 就说法国 我想跟欧洲很多国家一样 对于疫情反应非常之慢 也非常不愿意 鼓励人们戴口罩 就说可能不够口罩 不想人们戴了医护人员 没得戴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最近好像都说 改了口风 其实现在的疫情 每天都有100到400个人死 但是早一个星期 学校就已经重开了 接着又有学生感染了 又判断了 最近政府改了口 说戴口罩都OK 网友就说得到政府 发了一个布口罩 布口罩都说可以洗几十次 又可以像外科口罩 有六七成的效果 就是他们版的CU Mask 如果这位网友有时间的话 不如都post一下 他们法国版的CU Mask 是怎样的 有新加坡的网友就说 新加坡的情况 其实应该一直都OK 不过始终就是外勞的问题 忽略了 不过不说也不知道 原来那里外勞的情况 他住的环境 真的不是那么理想 那么传染得都相当之快 就是现在好像最近都已经强制戴口罩 那么 不过网友就说 就是新加坡当地的人 朋友和家人一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容易放松 除了口罩 就是大家觉得 没有东西了 那么就比较 就是有点忽视了 就是没有症状 又戴着病毒的人 各个国家的人的民情不同 那么有些 就是南洋 我觉得南洋的华人 就比较热情一点 那么所以可能就有点 就比较松懈了一点 那么不过现在 似乎那些疫情都应该稳定下来 那么网友都说了 就是街上有见到外勞 有开工了 那么希望他们的情况也有改善 那么加拿大那边 有很多网友留言 包括Julie Eric Catherine 那么多谢他们先 那么加拿大的情况 就怎么都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现在都慢慢 多了人呢 就戴口罩了 就是政府都很积极 去帮别人 去派钱 就是那些薪金补助 即使是这样 都说有200万个职位 就流失了 那么都有网友说到 就是北美的情况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那种 就是自由社会 就很难勉强些人去做些事情 无拘无触惯了 那么这样 所以呢 就是就是 唯有只是鼓励那些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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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的地方 戴口罩 令到疫情 控制 就增加了难道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网友 留过言的 比如说英国的情况 都是保护物资不够 那现在呢 就说 跟加拿大一样了 就是主要呢 周围的老人院 就是院舍 那里呢 就死的人 比在医院更多 有网友在苏格兰 做快餐店 都说 就是在这里这么久 都没见过 经济这么萧条 这个就算疫情过了 都是相当大的一个隱忧 也都有外尔兰的网友 有日本的网友 有马来西亚网友 留言很多 那么 那时间关系 就很难完全读出 不过呢 就我也很细心看过的 真的在大家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哦 那如果大家 对疫情有什么更新 或者有什么感受的 就欢迎继续留言给我 那我就非常之珍惜 这个在网上 和大家互动的机会 那我上个月尾 就在《新英伦医学》期刊 就看到一篇文章 它不是讲医学的 主要 它就说 历史上就是人类 对传染病的反应 那它总结下来呢 其实呢 就好像一个三幕的剧 那样 那开幕那一刻呢 就是病毒呢 就开始爆发了 那有些迹象显示了 那但是呢 大家呢 就一是呢 就当它是没事 那应该是没什么事的 就是这样的 有一些呢 就因为考虑这个疫症 可能会影响我们经济 影响什么的 那就尝试呢 就去盖住它 到第二幕的时候呢 就开始周围爆出来了 那爆到一个地步呢 就大家不能够再不理它了 那就跟着呢 就随着各个地方的人呢 就有各个不同的反应方法 封城也好 就是封市也好 封村也好 那或者呢 用些什么的治疗方法 那有些就行 有些呢 就非常之惨 有些就不行之外呢 就更加造成疫情的 更加严重的抗殺 那到第三幕呢 就是完结篇了 就是说要是呢 就是病已经杀了太多人了 就已经不再有人杀了 那所以最终完了 就是好像山头那样烧完的话 那些草烧完它就会掉了 那部分呢 就真的是控制的草丝有效 那如果以前的话 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群体免疫 亦多人感染了 好快 那接着呢 就慢慢疫情过去 那似乎呢 就今时今日 我们就是21世纪了 那我们呢 有很多很先进的医疗设备 很多财力 人力 物力 但是历史呢 就应该都在重演中 里面